好,那么这节课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关键真动画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我们前几节课已经讲解了绘制动画,文本动画等等一些动画效果 那这节课将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真动画 关键真动画在motion中是非常重要的动画效果 几乎所有的很多效果都需要通过关键真来实现 关键真除了可以编辑形状的大小、透明度、旋转、位置等等 还可以编辑像复制器、粒子,它们也是可以建立关键真的 那复制器和粒子还有摄影机这样的关键真 我们会在以后的讲解中再为大家讲解 好,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初步了解关键真会来制作怎样的动画效果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关键真制作的动画效果 讲解关键真我们首先使用的是一个小球动画来实现的 通过小球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关键真 好,现在来到motion5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通过建立一个小球来了解什么是关键真 并且学习如何建立关键真 首先建立一个小球 我们改变小球的颜色 把它的颜色改变成红色 好,点击选择工具 我们对小球的位置进行编辑 同时调整小球的入点 好,选择小球我们来到属性 在屏幕上看到 我现在鼠标点到这里就是添加关键真的地方 关键真除了在这个地方可以建立 我们还说到了可以建立像复制器、粒子、摄影机这样的关键真 那它的关键真长的都是一个样子 在以后的复杂案例中再为大家继续做讲解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如何建立一个关键真 我们先要建立一个位置关键真 点击它则建立了第一个关键真 然后来到时间轴 我们把时间轴放大一点看 来到时间轴 拖拽时间轴向后走 再继续向后走 我们看着帧数向后走 第20、21、22 第二十针 好,我们现在拖拽小球的X轴 让小球可以有一个位置上的变化 那在时间轴上也看到 小球就有了两个关键真 同时在监察器里边 小球也发生了位置上的变化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关键真 这只是初步的最简单的一个位置移动的关键真建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现在我们想改变小球的运动轨迹 则可以选择小球的关键真 直接点击它 然后有一个被塞尔曲线的拉动按钮 我们拉动这个按钮 就可以更改小球的运动轨迹 那我们现在再来播放看一下 对吧 小球已经沿着我们新建立的运动轨迹运动了 好,这就是建立关键真和调整关键真的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制作 我们把项目向后拖转一点 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小球图形 我们新建一组 新建立一个球形 同样修改小球的颜色 改变成粉红色 好,选择它 选择小球 我们同样给它建立位置上的关键真 然后在时间码上向后拖转 到第47真 好,我们来到第47真 同样为小球添加一个位置上移动的关键真 好,在这里 就是关键真曲线 好,我们可以在屏幕的右下方选择关键真编辑器 我们现在来到关键真编辑器 放大时间轴 我们现在要对关键真进行被塞而曲线的编辑 我们先选择一个关键真 右键插直 它已经是被塞而曲线了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调整曲线的角度 好,选择另外一个点 我们同样编辑关键真的曲线 好,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球的运动规律 就是一个刚开始特别慢 中间速度很快的一个运动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球是刚开始运动非常的慢 中间的速度特别的快 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关键真曲线 就是我现在调整的这个地方 在关键真编辑器中 对关键真曲线进行编辑 你可以调整小球运动的速度 这个关键真曲线不仅仅会被使用在 像小球运动之上 还会被运用在像小球的形状变化 或者是粒子的变化之上 都可以通过关键真曲线来对关键真的速度进行调节 现在我们已经讲解了关键真曲线和建立关键真调整关键真的方法 下面我再要为这个小球添加一个有振动感的效果 那很简单就是编辑小球的外轴关键真位置 我们只要每隔两针进行一个上下浮动的调节 小球就会有一个剧烈颤动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每隔两针建立一个上下运动的关键真 好我们再缩小看一下 小球在后边有了一段连续的运动 关键真 好这个效果就为大家制作完成了 相信在这节课之后 大家会对关键真和关键真曲线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也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多多练习 多多调节关键真曲线 对关键真曲线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那么以后在我们建立更多的动画的时候 关键真曲线是非常有用的 好同学们我们下节课见